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竞争压力大 比较内卷 然后生活成本也高 这次首尔市公交车的工会提出加薪 也是因为主要是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很多工会里的所谓的司机也是不想再首尔卷了 所以不停地流向周边地区 这个工会就面临一个人才流失的问题 如果想留住人那怎么办 那必须得加薪 所以他们这次提出的一个加薪的幅度是12.7%左右 但是作为一个资方来说 他也得考虑到一个成本和效益 所以他提出的妥协的案是加薪6% 所以这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所以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 导致谈判破裂 总体来看还是反映出韩国整体的经济形势还是不太那么好 目前韩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状况就是 它处在一个比较停滞的阶段 然后又遇到这个人口的少子化老龄化这问题 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的预期也是比较悲观的 国会选举的时间越临近 这些社会事件会成为执政党的一个负面的因素 在二月底的时候 其实执政党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因为我们知道二月 无论是从这个内政还是外交上 相对于对执政党是比较利好的 从最新的一些民调来看 在野党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有人说这个在野党明确占据优势的 所谓的地区的选区可能在110席以上 而执政党占据优势的一席可能也就80席 80个选区 所以现在隐熙业政府 还有整个它的执政党的团队 都属在一个危机感当中 在这个背景下也可以看到 隐熙业政府目前也是不愿意发生一些新的负面事件 所以这个公交车罢工 那肯定不是他希望发生的事情 易改问题迟迟没有进展 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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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